我都说了多少次了 我是个美少女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你们还是总说我 像男UP主呢 大翔哥老师我也访过了 阿玛纵老师我也访过了 今天又要做一期访妆 访的就是我们的中国部位老师 所以今天呢 我又请到了非常著名的化妆师和造型师 我们有请他们登场 大家好 我们是 寂寞几何 访终双煞 你怎么戴墨镜今天 戴两副你们看 不重要 你能看得到吗 到时候你帮我画的丑怎么办 我们闭着眼睛 都可以好吧 闭着眼睛 你的右手 中国部位闭着眼睛都能画出来吗 那没有没有没有 主要觉得这个素材好 中国部位那个底子也很好 两个底子都很好 画出来一起就非常的完美 好 那我们就开稿吧 我道具都准备好了 接下来就只能靠你们了 她这个眉毛还挡着呢 她就是分开眉 你们两个真的很危险 我觉得 都是他们两个的那个发言 与我无关 我是觉得 各位老师非常的帅气 跟我一样 那我们就先卸妆吧 专业手法 我怎么隐约记得是这样教的呢 没有啊 你们都学习啥呀 我是不是有危险 衡亲一下 我们两个真的是专业美妆学院毕业的 虽然现在看上去比较 业余 她们非常的诡异 感觉我们要对她做什么奇怪的事情 来呀 来呀 现在呢 由科技来化妆 还是我去做这个发型 但这个发型怎么感觉和上两期的 差不多 我重新又买了一顶呢 我觉得这个比较适合波威的发型 是吗 好像大小哥的火把 怎么又 有这么大的吗 对 毕竟波威比你白一些了 不要哭 人不能白活着 只能黑活着 你眼睛怎么这么红 皮薄 脸皮很薄啊 做人脸皮得厚一点 你平常是用刷子的上手你给我吗 看情况 很精细地画一个妆的时候我就用刷子 而且你要记得要把刷子洗干净 对此莫莫的刷子没有洗干净 我就直接用了哦 啊 你们俩 波威的嘴非常的重要 这是它的一大特色 为什么还是有一股炒蛋的味道 炒蛋在莫莫的化妆包上 尿了个尿 天空是微黄色窗外有钱之后 你看这个手法 一看就知道是我们27000出来的 就你平时这样拍 它这个粉是吸不进去的 它会浮在脸上 把它拍进去 然后就会吸进去 这样看不会我们眼睛的鼻子都 这是我是吗 对 哈哈哈哈 有这么像吗 这个是 液体 一个纯白的粉底液 然后我们用刚才这个粉底液 掺着这个纯白的粉底 调色剂做一个提亮液 涂在它两下凹的地方 想哪里喷就往哪里画白 想哪里凹就把哪里画黑 对我们尽力了 但是没有办法 素材不够 或者会是你自己把自己的 你的意思是 没有什么意思 我们只是静职工作 那没了 你这样呢 让我想到的落 你手心死不快 你是要给我画个什么眉呀 弯弯眉 这么可爱的吗 郭伟老师 那我们这些妆容的重点 其实就是在嘴唇和脸颊 对 是的 所以说我的眼睛 其实已经很圆版了 对 都不用画你知道吗 我觉得黑眼圈可能 需要加一点 不会有黑眼圈 工作太辛苦了 而且视频太累了 不会有一个很可爱的 线唇 弯弯的 再加一个多多的嘴唇 好可爱啊 这样讲得起来 虽然我现在看不到我自己 那你们说他俩专业吗 专业 专业们把专业打在公屏上 把上面的鱼粉弄掉 小新的粉 轻轻地按在他的脸上 做一点点的定妆 他眉毛前面会比较少 是从眼睛到这儿的 擦不太 因为他 他的眼神有点像卧槽 又有点橘色一点的 不是这种青色的 对对对 他是粉的 好嫩哦 你看了是粉呢 你们俩是不是收了贵的 推广费 对 今天是一期中国卫生 但很荣幸啊 你把眼睛眨下来 杉哥老太太 盲人化妆师真的不可信 姐妹们 中国卫生的重点 杉哥要化成一个反括号 卫生的眼窝没有牙这么凹陷 得给它填起来 问题先摔了 好 本期的重点 嘴 但是这个嘴呢 有一个秘招 就是 这里面没水 你含着它 然后坐一会儿 吸一点气 别笑 这是物理封唇法 很好会红一圈的 正好我们按照那个红的一圈画 对不对 对对对 继续吸气 加油 你可以的 吸住 为了变成中国卫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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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果吗 再吸着吧 或者是吃点辣椒什么的 让它肿一肿 不是说中国卫的嘴 中国卫的嘴 中国卫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嘟嘟唇 有没有嘟一点 嘟了 哇 嘟出来了 有那味儿了 有了有了 可以画上了吗 它的嘴掌还要向往外困一点 她的嘴要更大 她的鼻孔是歪的 我的鼻孔是歪的 你们看 真的耶 真的耶 一样 哇 真的耶 哇 我们不会是兄妹吧 本来就是脸太瘦了 风唇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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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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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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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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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雅她稍微有点窄心 我们现在要把鼻梁鼻边上给太多 揪着你去换衣服 我去了 我回来了 就说了小时候 又像小时候了 我们现在要把这个发型重新搞一下 换着头发是给它偏直一点 后来刘海中间有一个M字无法 头顶呢还有一根干毛 我们给刀毛固定一下 来把它塞到两边的这个里面 你可以先咬一半 先放过去 诶 你怎么吃了 你怎么吃的呢 你咬一点 你把这边匀过去一点 好可爱啊 诶 可以可以可以 好可爱啊 好像啊 真的吗 你们觉得像吗 这种经典道具 你这叫哪儿去了 是不是一瓶如洗的 我这叫我滑下去 一瓶如洗 诶 开始展示吧 诶 开始展示吧 最新的游戏啊 终于不是恐怖游戏了啊 那么这个游戏呢 说是控制一个小机器人 穿越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 去进行一些解谜 你看小机器人解谜穿越 这几个要素结合起来 对于一个男生的心理 逐渐走到下面 这是什么灯光 还挺像的对吧 上半张脸就整个一模一样 而且我嘴外的方向 还有鼻孔外的方向 还和布韦一模一样 大家如果觉得像的 就在弹幕里面抠一 如果觉得 你在什么呀 根本就不像 那就在弹幕里面抠零 我现在嚼了一嘴在里面 满嘴都是鸡蛋干的味道 准备给布韦老师发一张 我们的靠损图片 看看他怎么回家 不错不错 我以中国布韦的名义命令你 好好按啊 吉原优异 按得好的话 我就让你蹭热度 好 你说的啊 吉原优异你大胆狂徒 谋害中国布韦 我的鸡蛋干要吐我出来 布韦回了 他说什么 我们得到了本人的认可 这是认可吗 总觉得不太对的样子 怎么样 下一次谁呢 兄弟们 打一点美少女在弹幕上吧 就是我长得像的那种 但我其实真的觉得挺帅的 就是你很适合帅哥 而且少年你懂吗 就很年轻的那种 真的有女生喜欢吗 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 你什么时候这样子跳舞 我给你三连 很多的三连 你以前都不给我三连吗 没有 那么如果大家觉得 我这个房特别像的话 就给我点个赞吧 如果觉得我们两个特别专业的话 就给投个币 两个币 一人一个 如果觉得我只要鸡蛋干很辛苦的话 那就点个收藏 那如果想看下一期的话 就给我们一个一键三连 所以你下一期还有像谁呢 不知道 问问弹幕吧 你们觉得呢 没有美少女 没有美少女 大家再见 我们这期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